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谈到了 阴阳学说的形成 代表阳一类事物属性的 代表阴一类事物属性的两个词 水活着阴阳之征兆也 那么这节课 我们来学习 阴阳学说的相关内容 先看一下阴阳的特性 在阴阳的特性当中 首先谈到的是它的普遍性 也把它叫做什么呢 广泛性 也就是说阴阳者天之大道也 它广泛地使用于自然界当中的一系列的现象 它可以解释自然界当中大多数现象或者事物的属性 比如说 在《黄帝内经》第五篇 素问的第五篇 叫阴阳印象大乱 开篇就告诉了我们 阴阳者天地之道 什么意思呢 阴阳是自然界必须遵循的规律 万物之刚机 也是自然界当中万事万物生长壮老已要遵循的规律 所以它叫做天地之道业万物之刚机 叫生衰之父母 是吧 自然界的所有的事物 从它的生长到它的衰老 到它的死亡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过程 遵循了阴阳的规律 所以阴阳是很神奇的 阴阳是很深奥的 阴阳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阴阳印象大论里边 后边本来叫做神明之福也 神明之福也 整个就讲的是阴阳的什么 一个广泛性 也就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其二一个呢 谈的是它的相关性 我们说一隐一阳 研究的是谁啊 自然界当中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 或者说一个事物内部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之间的熟性关系 同志们要高度注意 它研究的是熟性关系 研究的谁的熟性啊 相互关联的一对 那么这一对如果没有关联性 我们是不能研究的 你比如说自然界当中的南和北 是吧 它们都是方位词 南方为火 北方为水 一个火 一个水 当然这就是相互关联的 再比如说一个上 一个下 这也是相互关联的 再比如说具体到我们的人来讲 男人和女人 这也是相互关联的 在它构成我们人体的基本的物质 一个漆 一个血 这也是相互关联的 它们都可以划分阴阳 那如果说突然间来了两个 这两个没有关联性 比如说来了一只狗 它是个公的 来了一头牛 它是个母的 那么这两个 虽然说一个是熊星 一个是雌星 按熊词来讲 好像可以划分阴阳 但是 一个是狗 一个是牛 两者 风马牛不相鸡 那么就一定不能划分阴阳 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 没有相关性 所以要想把两个事物 或放到一块 研究它的熟性 就必须具有着关联性 否则不能拉狼配 不能抢扭 抢扭的呱呱不甜 这是我们所说的相关性的问题 其三个呢 谈的是它的相对性 什么叫做阴阳的相对性 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它 相对性首先讲的是阴阳的可分性 什么叫可分性啊 一个事物可以分阴阳 隐还可以分阴阳 阳还可以分阴阳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 我们把一天拿过来 划分阴阳 一天 在一天当中 有白天 有夜晚 由图来表示 这是地平先 太阳出来了 落山了 又出来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叫做平淡 太阳到达了我们最高的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日中 日中 太阳落山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日昔 到半夜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夜班 所以大家看嘛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白天是明亮的 温暖的 所以白天就为阳 就为阳 它是阳的 那么夜间呢 太阳落山了 当然它就是阴的 它为阴 这就是把一天划分了阴阳 那么如果我们把白天 单独拉出来 还能不能划分阴阳 看 白天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上午 下午 同样的道理 夜晚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上午 前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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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日中的时候 日中的时候 阳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阳这么多 阴呢 这么多 量着处在一个平衡状态 那么到日中的时候 阳气最深 阴气最弱 内经里边把它叫做 日中阳气最弱 那么到日系的时候呢 阴阳良者又处在了一个平衡的位置 到夜半的时候 阴气最深 阳气最弱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叫做 阴阴声 在这个地方把它叫做 阴阳声 看 在这半截里边 阳气是不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是吧 越来越多 它具有了什么熟性 对了 上升的熟性 既然上升的熟性 那么它就应该是阳 所以上午它熟阳 上午它熟阳 那么从日中到日系的时候 阳气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逐渐向下移 是不是啊 所以阳气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啊 下降的趋势 既然是下降的趋势 它熟什么 下降的趋势 当然熟阳 所以下午熟阳 再看 晚上 我们可以把它粉成 前半夜和后半夜 在前半夜当中 阴气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阳气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阳气 处在什么水平上 逐渐减少的水平上 对吧 逐渐减少了 就是下降的趋势 所以它熟阳 前半夜熟阳 后半夜呢 一阳升 慢慢慢慢慢慢 阳气会越来越多 所以在后半夜 阳气处在一种上升的水平上 所以后半夜熟阳 这就是我们把一天粉成了阴阳 然后把白天和夜晚又粉成了阴阳 我们把它叫做阴阳的可分性 当然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同志会问了 说老师 你讲的时候这个地方说阳气再增多 阳气再增多 为向上 为阳中之阳 说这个地方叫阳气再下降 阳气下降 阳气下降 那叫做阳中之阴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还讲的阳气再减少 阳气再减少 这个地方又讲的阳气再上升 那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不讲阴气再增多 阳气再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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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也是一种上升的趋势吗 当然不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阴阳之间 以阳为主 阳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整个自然界当中 也是以运动的 升发的 向上的 明亮的 等等等等 具有阳德赎兴 占有主导地位的 永远是这样 人已是如此 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个人叫做什么 不论这个人的年龄有多大 我们都喜欢把人家这个人叫做什么 阳光之人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都讲了 说年轻人你们就像早上八点钟九点钟的太阳 为什么叫八点钟九点钟的太阳呢 朝气蓬勃 分发向上 一派阳光之向啊 那是祖国的未来啊 那么老同志虽然说年龄大了 精神头不好啦 我们也不能把人家叫做阴气盛了吧 我们还把老头老太太叫做喜阳红呢 所以阳气在自然界当中是占有的主导地位 所以你不要看见阴阳学说阴阳学说阴在前边阳在后边来 但是阳也是主导地位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的可分性 其二一个呢 我们来谈一谈它的第二一个 就是说 划分阴阳的前提一代改变 事物的阴阳熟性即刻发生变化 什么意思啊 阴和阳它是相对而言的 在这个情况下 划分阴阳的前提一旦确定 阴阳的熟性固有的不可更改 但是如果说划分阴阳的前提发生了变化 事物的阴阳熟性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对象是谁啊 水我们研究的是水 什么样的水 30度和60度的水 没问题同志们 30度60度的水大家都知道属羊 而30度的水呢 大家都说是属阴的 那么我们如果现在前提变了 我们变成什么了 我们变成了60度的水和100度的水 和100度的水来划分了 大家也明白说100度的水为阳 60度的水属阴 那你说这一杯水还不都是60度呢 那为什么这个60度的水在那个地方属阴了 那在这个地方就属阳了 那是因为我们 我们划分阴阳的前提发生了改变 对吧 哎 你比如说 两个人 我和你 两个人 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说话说的多 那你在那个地方呢 一直在听王讲课 那么在此种情况下 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划分阴阳 我是主动的 我属阳 你在那个地方主阴 那你就属阴 那你如果把我和在大街上裸奔的那种人比较起来 人家那个人满大街的随便跑 高声喊骂大人挥舞 疯了 那你要把我和人家比呢 哪我这个洞可远远不及人家呀 人家都疯了 所以人家和我再比较起来 人家就属阳了 我就属阴了 所以阴阳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你再比如说 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两个人 划分阴阳 那没问题 男同志应该是属阳的 女同志应该是属阴的 但是你如果把属阴的这个女同志 和另外一个女同志拉回来再去比较 刚才这个女同志呢 就叫做女人当中的汉子 而这个女同志呢 要叫做女人当中的淑女 所以说当一个女汉子和一个女淑女在一块对比的时候 那个汉子肯定属阳嘛 那个淑女肯定属阴嘛 所以这就叫做什么 划分阴阳的前提发生了变化 事物的阴阳属性即刻会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二个 谈到的第三个叫做什么呢 事物的阴阳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向它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化 什么意思啊 就是事物的阴阳属性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向着它相反的方向发生转化 这种条件叫什么 一个叫做疾 一个叫做虫 当然有时候呢 还有一个词叫做肾 大家都听说过这种话 比如说 脾气抬来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经常在这样讲呀 说这段时间呀不知道怎么了 喝点凉水都塞牙 这个运气实在不好 那么别的人可能就给他宽心了 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是不是啊 一定会好起来的 为什么会好起来的 皮疾了 你喝凉水都把牙塞住了 够皮了吧 够倒霉了吧 倒霉到一定的程度上 就会好起来的 不要灰心 不要丧气 是不是啊 黎明前的很暗嘛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一个现象 看 大中午 大中午 太阳在最高的时候 自然界是最温暖的 最明亮的时候 它一定是深夜的开始 到深夜了 深夜的时候 深夜的时候 一定是明媚的阳光明天的开始 这就是自然界的什么 一个规律 皮疾太累 乐疾生悲 所以有些人说了 哎呀今天可好 初级两块钱买了一张彩票 晚上一开奖 中了五百万 高兴吧 乐极了 第二天出麻烦了 亲戚朋友 掌三李四王五 纷纷到你家来祝贺 祝贺 是幌子 是真的 你看没这个钱的时候 还没那么苦恼 现在有了这个钱了 还苦恼都不得了了 甚至最后 还来了个众亲叛离之结果 乐极生悲 悉极而其 是不是 所以中医学里边又叫什么 热极生寒 寒极生热 自然界当中如此 人每天也是如此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天气热呀 那真叫个热 有人讲 说是这是多少年来 从来发生过的 从没有发生过的这么热 大西安啊 你就像火炉子一样啊 实实在在 我都受不了了 大家还在开玩笑 出了众多众多的 调侃的话语 但是作为我 一个学中医的人 我很坦然 我静观其变 因为我知道 急一定会带来变化的 你热吧 你终于有一天不热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我终于等到了 CCTV 天气预报告诉我 明天西安市将有着暴雨 果不其然 晚上八点钟左右的时候 倾盆大雨刷刷而来 顷刻间天气凉快下来了 但是也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呀 路上也烟了呗 这就叫什么急了 当一个事物急的时候 一定有着另外一个事物 另外一个对立的东西 会产生对他的志愿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在讲说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好运 也不可能一辈子去倒霉 中国的老百姓还讲了 夫不过三代 只要是你努力 你永远 你只要是去努力了 你一定就会取得成功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员当中 今天明天后天 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 不顺心的事情 请您用阴阳学说的对立性 相对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 大家别气馁 正确的面对生活 直面人生 这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 事物的阴阳熟性 可以向它相反的方向 发生转化 什么样的条件 急 重 肾 就这三个条件 好 这叫做阴阳的相对性 再看一看 第四个阴阳的熟性当中 要谈一个规定性 规定性 事物的阴阳熟性 是我们人为诡定下来的 前面我们讲到了 当我们从自然界当中观察到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 自然界是明亮的 是温暖的 所以我们就把什么 明亮的 温暖的 兴奋的 运动的 生发的 向上的 这一系列的 相 用了一个词 或来代替了 紧接着又用了一个词 阳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所以自此一说阳 它就代表了什么 温暖的 明亮的 向上的 运动的 这是我们人为诡定的 那么与此相反的 那一类熟性的是我 我们就规定为因 这是阴阳的规定性 最后一个我们要谈一下 事物的阴阳熟性 阴阳它不同于矛盾 阴阳和矛盾是不一样的 怎么个不一样 大家都清楚啊 矛盾它讲的也是一对 它讲的也是对立制约 而尹阳也是一对 也讲的是对立制约 那么它量着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说这是个矛盾的范畴 那么阴阳只是矛盾范畴当中的一部分 是一个总概念和一个属概念的问题 也就是阴阳包括在了矛盾当中了 可能这样讲大家还理解不了 我这样来告诉大家吧 阴阳和矛盾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么一个地方 一旦划分阴阳的前提决定了 这两个事物的阴阳熟性 它就不可以发生变化了 就不可以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 我们说 把白天和黑夜和夜晚来划分阴阳 那么白天就是阳 夜间就是阴 你不能变化 也就是当它两个划分阴阳的时候 白天永远是阳 夜间永远是阴 你不能说 这回划分阴阳的时候 白天为阳 夜间阴阴 明天再化为阳说 夜间成阴了 白天输阳了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矛盾可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经常讲的 敌我双方 它是一个矛盾的关系 那么它两个是可以互欢的 它没有特质性 没有特质性是互欢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我要叫你好好听课 你就是不爱听课 那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什么 矛盾关系 什么矛盾关系呢 敌我矛盾关系 如果站在我的这个立场上 那么我就是我了 你就是敌 那么如果站在了你的立场上呢 你就是他了 而我呢 就成了你的敌了 所以这个敌我是可以互欢的 也就是说矛盾是可以互欢的 而隐阳一旦确定了条件 它这个熟性就不可以更改了 这就是隐阳和矛盾的区别点 好了 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从普遍性 相关性 相对性 规定性 以及阴阳不同于矛盾 这五个层面 才讨论了阴阳的特性 那么下一节课 我们将学习阴阳之间的关系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